大家好,我是大龙 昨天见,又到了秋秋的季节了 我家种的小热豆要开始擀了 今天跟我妈去地里 现在就走了 看看,这路边的黄豆都已经黄了 现在都已经到时候了 都要忙着秋秋了 现在就到我家的地里了 这片都是小热豆 这种豆子就是小热豆 然后也是芽豆 可以就是用来收藏芽 准备要开始擀地了 把这镰刀抹一抹 这样擀地还能快 还不累 把这个酱子放在一家里 捏了一个小蛤蟆 抓到了一个小蛤蟆 大家看一下 准备给它放生 让它走吧 几下就跳霉了 它不逃命 嘎蟆可能是个辛苦的活 现在用机器的 原来狗狗能干的 原来它现在倒着也不能用机器 鸟上的鸟 还能干的 然后连着鸟 然后连着鸟 鸟 然后鸟 然后鸟 鸟 然后鸟 你 后来 鸟 鸟 鸟 一 这小块地 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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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家吧 转眼间到秋收了 一年一年混得快 现在赶完地往家走了 然后今天视频也先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希望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